那么现在看起来民主党他们已经有新的人选 就是贺锦丽要出来战嘛 看起来呢 她的态度显得也还算是从容 那么也获得了裴洛西的支持 不过很多人蛮关注的一点就是 怎么到现在欧巴马好像还没有发生力挺 难道是这当中还有变数吗 我们问一下思琪姐你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整个民主党里面 的确越来越多人在力挺贺锦丽 那贺锦丽自己也展现了旺盛的企图心 发表演说啦什么 然后也获得了现任总统拜登的这个清点 然后还现场call in 那一段简直就是整场演讲里面的这个高潮 好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当然贺锦丽现在目前看起来 台面上面是最有可能的人选 但欧巴马作为一个前民主党的总统 卸任元首 我觉得他总是会希望能够维持住 他自己那种高度超然的这样子的位置 他不要对现任的或者是清点接班人这样子的动作 然后反而引起更多的这个政治上面的责难 而且前一阵子还有很多人在那边喊 Michelle Michelle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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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овые 呼声还很高说超越川普好多耶 对然后就说啊会不会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性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大 然后在现在这种情势的发展下面 包括了这个 培洛西 然后有很多这个 刚刚我们从VCR看到 有很多民间的这些 意见领袖 不管是明星或者是等等的 这些其实他们都发表了 巩固领导中心这样子的态势之后 我觉得贺锦丽的机会 是越来越所重 而且我觉得选举 还有一个点缀现实 就是他要有钱才能选取 那所以当贺锦丽的名字 一被提出来之后 贺锦丽自己也表达了 他的积极参与的态度之后 那个金主的贡献成都批发 他吸金能力蛮强的 已经募了八千多万美元 没错啊 所以就创下那个 很高捐款的这个记录 说在这种种种条件的协助之下 的确对于贺锦丽来说 都是一个利多 而对美国整体而言 我觉得民党还是可以 就尽管经过了美国版的换处时间 那元气一定大伤的嘛 这个事情连红袖处自己都出来 接受访问 这个就可笑了 但是国民党的可笑 也不止这一张回到美国 就是说经历了换人这样子的元气大伤 金主给的钱啊等等的这些 都成为这个团结的助力之外 贺锦丽还可以打一个 就是美国出现有色人种的总统过 但没有出现过女总统过 那在上一次的希拉蕊这个 想要竞选但是功败垂成之后 反而贺锦丽说不定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作为他选举上面 另一个有利的议题的号召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进步的美国 然后尽管挫折这么的多 然后这个正手又退选 然后哇他顶上来 还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对于民主党的激励 人心的那个士气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突然感觉上 好像话题度就变高了一点 因为先前大家会觉得说 民主党如果是拜登 好像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吵 现在突然之间就开始变得 比较火热了一点 甚至有美国媒体还蛮有趣的 还惊爆了这样子一个消息 说拜登退选有所谓的内幕 说如果不退 有可能会被罢免 真的吗 宏哥 我觉得这个大多数是谣言 因为你想想看 罢免也要有时间 不管他程序怎样 我怎么可能一边选举 一边在罢免 对 不太可能做得起来 有人放话或干嘛 那都是谣言 因为人会有一个倾向就是 我一旦受了重大挫折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找 谁 谁让我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谁让我生这个病的 会找那个造势者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 有人做很多阴谋论 美国媒体就开始 说民主党里面有一些大佬 四五月就在阴谋要换拜登 所以他们就拱拜登 去跟川普辩论 然后这样辩论 更显老态 然后后来又有一枪 又有什么 把所有的故事 全部都连起来 就串成了一个阴谋论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几率不大 听听就好 听听就好 好 可是这个 这几个月 这一两个月 的确让我们感受到说 那个美国的这个政情 让我们感受到台湾 真的是全世界民主 政治的领航者 先驱 先驱 你也想到了某个事件吗 对 选举开枪 我们也经历过了 挣钱换将 我们也经历过了 找一个什么 那个人缘很不好的 那副总统 然后让我总统 看起来人缘变好 这也经历过了 还有一大堆新奇古怪 事情我们全部都经历过了 大家都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都会过去的 选举就乱乱的开始 然后最近还有人在说 那个 之前有人在说 那个拜登会不会交棒 给贺锦丽的时候 就有人在讲说 那是美版的在路上 他要把那个钥匙交给 那他们也要拍个影片 要拍个影片 交给贺锦丽 结果没有 现在拜登是把钥匙一甩 贺锦丽 叫贺锦丽自己想办法 因为他在隔 他在休息 他心情不是很好 对对对 我们要了解老人 对对 然后这场选局到现在 其实他就批变了 好 之前我们就常 就有说笑话 这可能不当比喻 他说这是一个巴黎 精神疗养院 跟那三支老人院的对决 现在三支老人院退了 然后结果现在 据说贺锦丽的 这个他们的策略 就是说业力回向 好 我说川普你太老了 对哦 你七十七十八岁了 你很久不用多久 三年之内 有可能 对你就会跟那个拜登一样老 而且人老是那个断癌室下跌 那准备要攻击这一点 好川普现在也傻眼了 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因应 那但是川普那边也在准备攻击 贺锦丽很多的点 对 那是肯定的 包括边界 政策 好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是 贺锦丽的老公 贺锦丽老公呢 他曾经是那个欧华法律事务所 对 跟中国关系很不错 对 欧华法律事务所 四十个国家 四十个国家都有据点 有四千个 全球四千个员工 那1988年就进了香港 2002年就进了中国 那个帮忙做什么战略规划 投资策略 然后还有法律服务 其实隐藏的东西是什么 隐藏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政策游说 所以有可能他们之间的选战 反而会比跟拜登之间更火热 对 会更激烈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场选战 那很多台湾很多人都觉得说 打到现在川普赢定了 选战结束 垃圾时间了 没有 我觉得这场选战 可能会稍微消沉一下 还很难说 到了八月九月的时候 那个真正的热战才开始 而且你看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民调里面 民主党没有崩 贺锦丽的民调 跟川普的民调 像他其实是一趴两趴 一趴两趴 也许有一些效应还没有出来 但是这种趋势 表示民主党还没有崩 他跟当初换柱的时候 一丝都崩掉 可是你看说到换柱当时 那个结局不太好 所以那你看有差吗 这两趴 换柱那时候结局是这样子 是因为换柱所以国民党的 那个军派 就是军系全面反弹 就是雪崩四下滑 选前的时候 那我们朋友就传给我看 说他们的群组里面 全部都在传加山计划 什么叫加山计划 加山不是控军基地 他们都备案接下来加山 山号叫宋楚瑜 所以最后很多不满的票 全部都丢给宋楚瑜 然后这个就造成了 国民党的倒盘 这回第一个 他们没有第三个人 主义来选 第二个 这个其实贺锦丽的 这个总干事 叫做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就跟蔡英文的总干事 叫做习近平一样 因为大家讨厌这个人 恨这个人 并不是贺锦丽本身 有多有魅力或有多伟大 但是因为大家恨川普 所以就把票灌给他 那么川普只要这个越嚣张 然后这个状况 他是越 越巴拉巴拉巴拉 惹人厌的时候 那么可能贺锦丽的票 反而会更多 那贺锦丽的 那川普的竞选团队 主力 就是后援会主力是谁 就是那个民主党里面 不爽贺锦丽的那些大佬 或那些派系细 我刚才说 今年选取的状况 自己人要安打 对都会很混乱 然后所以精彩的状况 还在后面 而且照现在这个状况来讲 我们还讨论到一些 大家讨论到很多议题 不同的小议题 什么堕胎 然后这个边境 枪支管支 这些都是零碎的议题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 最根本的议题 最根本的议题 他其实是对于四十年来 全球化路线的辩论 全球化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有名 他叫做全球 都知道 地球是平的 对不对 他说所有的墙都被推倒了 那是全球化的经典著作 现在不是 现在最近有一本书 说地球不再是平的 那到处都是墙 对 川普要做的东西 他就是要在美国边境 树立各种的墙 人流物流金流资讯流 他全部都要设立墙 保护主义 各种的保护要拦截 可是贺锦丽 他其实是比较倾向全球化 他就讲说 我们跟中国虽然有竞争 但是我们不应该会断线 他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所以路线是完全不同 但是先前提到川普 其实我们一直都想 还讲说 他现在好像策略改变 以前就是像大炮一样 这样狂骂 到处骂就说拜登怎样怎样 不过前一阵子 他突然之间很收敛 都不太骂拜登了 就说可能是一种选战策略 可是大家都说 如果川普他管不住他的嘴巴 有可能他的这个民调 还是会往下滑 我们就要问问郁安 最近川普是不是就开始忍不住了 因为换成贺锦丽之后 他是不是开始有很多话要讲 因为过去其实川普跟拜登之间 那个形象落差非常大 你要知道说 其实你常常去订阅 那个川普的那个IG 他常常就放个片段 就是他这个上飞机 还有跟那个拜登上飞机 然后跌倒三次的那个画面 然后两个在那边对比 其实你要知道说川普 根本不需要讲什么话 他光是放出这段影片 那个渲染力就非常惊人 所以我想说就是其实川普 他就是他真的是非常懂 这种网路社群的风向 他也是这种网路上面的这个政治表演 那个大概也是算是全世界的一个先驱 所以你自己看说他这一次 他去上这个福斯的这个专访 他连他的那个绷带的颜色 那款式跟他之前带的又不太一样 之前都带这种白色的绷带 然后他昨天去带那个米色绷带 那也引起了一种话题 所以你要知道说 他今天当然非常理解说 在拜登倒下之后 他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他变成是台面上最老的候选人 就是说过去他还可以拿年轻 去嘲讽拜登 现在变成他现在是最老 老太隆忠的那一个 所以他当然一定要知道说 过去贴在拜登身上这些标签 通通都会回到川普身上 所以你看贺锦丽已经开始设定议题 他自己讲了嘛 他就说他第一个一定会先攻击 这个拜登的不好意思攻击川普的年纪 所以现在川普变成是一个老面孔 然后相调之下贺锦丽变成是一个 大家觉得很新的一个新鲜感 最有新鲜感的一个候选人嘛 那同时呢贺锦丽过去 大家也都知道说 他是这个检察官出身 所以他接下来他一定开始 把所有川普过去 所涉及的这些司法案件 一件一件翻出来去算账嘛 包含说这个你要知道说社群 其实社群年代的这种选举 其实就是贴标签 就是大家互相各贴各的标签嘛 所以你看现在民主党也开始 贴这个所谓的川普标签 叫什么叫做 现在叫做检察官vs重罪犯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川普的形象 马上就被建立起来 这个对比就出现了 然后这样子对比出现之后 当然选民就会开始回流 过去可能对拜登不是那么有信心的 这些民主党支持者 愿意走出来这个支持这个贺锦丽 包含像刚刚讲到这些好莱坞明星 也陆陆续续的又回流了 那我当然相信说等于说贺锦丽 这张牌一出来之后 非常有利于这个民主党 现在是转手为攻的这个状态啦 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民主党会 因为这个拜登一直挨打的 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看起来这个状况会有所改善 那当然这个民主党状况改善 所以川普当然也知道嘛 也就是说川普在中枪之后的 这个民调数字 大家本来会觉得说非常乐观 可是实际上你看最近的几份民调看起来都还是呈现一种焦灼的状态 并没有因为他中了这一枪 然后导致整个选情这样一片看好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 就让大家其实有种某种程度也蛮匪夷所思的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换灯 换上贺锦丽之后 那这个后市 贺锦丽后市当然是看起来是非常可以期待 那就会变成是说川普现在就得要赶快出来 找回选战的这个主导权嘛 所以你看他这一次他在这个福斯的专访当中 他就非常的这个不断的强调说 我就是坚忍不拔 我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美国遗憾 因为他应该很懂媒体要什么 对你看他他他还讲一段 就这种过程是没有人知道 就是说他在后台 那时候维安人员抬了担架过来 希望他可以上这个担架 他说我我耳朵受伤 我上什么担架 问题是这种事情没有人知道 就是你不讲我们也不会知道 就是你随便讲我们也都就是都都不傻傻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很懂就在媒体当中 就是要行诉自己就是一个 就是非常强悍的这样子一个风格 就是他然后再来的话 他就是也持续的在针对拜登 现在的一些议题 要去猛打 包含像刚刚讲到这个非法移民的部分 以及包含像现在的通膨问题 就是他不断的锁定拜登政府的这些软肋 就是希望让大家不要因为看到贺锦丽 是一个新面孔 然后就好像这个中间选民就回去支持贺锦丽 他希望能够继续把这个拜登政府 大家对拜登政府的这些厌恶 这些反感的情绪投射在贺锦丽身上 所以他现在就讲说贺锦丽是这个拜登的 所谓的co-pilot 就是这个副机长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一定要想办法跟拜登去做连结 那所以变成是现在川普会不断的 我相信他不断的 今天是去上电视专访 但不断的接下来会站到第一线去来发言 那我这个也就证明说 现在看起来这个选举还有得打 太好了 如果我这居然 bowling 我旅行 可以 这么大的